这里上礼拜我们是1到51个page 不过你会发现它这个规则好像有改的话 不过没关系 反正就是照着它的规则 那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上面主要根据网址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有一个它的网址 这个网址里面除了这个index page后面更改之外 那其他都没改 所以上礼拜的话我们主要是 先录制一个聚集 先下载第一个page 然后呢针对这个会修改的部分 去做什么呢 写一个回圈 让它可以一个page下载下一个page 反正呢如果你已经知道有几个page 你就写回圈反正到第几个page 然后完成 通通把它下载 不过第二个可能要注意的是你要下载的时候 第一次下载是从A1开始下载 可是呢如果你第二次下载的话 必须要让它向下追踪到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列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是上礼拜我们有提到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就可以一个page一个page的帮我们把这个 所有的资料通通下载到我们的这个 e-sale里面哦 这把他全部删掉也好 假设吧我们开一个新的工作表上礼拜的部分的话呢一样是在我们的VBA里面 那VBA每次因为这边会还原 所以把开发人员叫出来之后 然后找到上个礼拜的这个模组 我们是先录制之后 先录制 然后呢再修改 修改成批次大乐透下载 那修改的部分的话第一个当然就是增加两个字啦批次 再来的话呢先增加一个回圈 看你需要几个page for i 等于1到我们上一半是51啦 我现在看到好像他这个网页上的page数似乎有有调动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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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版 所以有的时候网路上面假如说他改版 第16个page 那如果说他改版的话 你的VBA程式也要跟着改 因为我们是抓人家的资料 并不是我们本来的资料 所以你有时候还是要稍微观察一下他有没有变动 所以有的时候比较麻烦一点就是你可能 所以有的时候他如果伺服器端更新 你也要跟着更新 所以1到16的话 假设这个地方我把它改一下 假设1到16 那其实如果更新没关系 你只要更新最后这个数字就ok了 当然也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检查第17个page 如果不存在的话 那我们就跳离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写 不过相对的比较麻烦 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方法写 所以第一个先写个回圈 把字放大一下 工具选项 里面的撰写风格 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所以就是录完那个巨集之后的话 先写个回圈看有几个page 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要让他下载第一次 如果我range A1里面是空的 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东西 因为我开了一个新的工作表 A1没有东西 所以R等于1 意思呢就是放在那个什么呢 直接帮我第一次下载到这里 但是第二次的话你不能还是下载到这里 因为第二页 他会把第一页盖掉 所以呢反之 如果A1它不是空的 意思就是它已经有下载东西 那就帮我下载到哪里呢 向下追踪之后加一 这个地方还蛮好用的 其实蛮多巨集录制完之后 我们要追踪 它最下面一列在哪里的话 你会发现这一行 所以我们也用了蛮多次了 所以以后你就要熟 然后因为我要最下面一列再加一 意思就是它的下一列 那就会再把那个数字结果丢到R 那我们就Destination这个参数 上礼拜有提到的 就是再一直往下 再一直往下 然后它就一直往下下 一直往下的帮我怎么样 把资料通通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还要做哪些事情 好像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是有修改 不过好像还没有讲到那个什么删除列 还有那个我们资料剖析 不过所以我们其实只要 这后面这些先把它注解掉 我们先先把它先跑到我们上礼拜的部分 234等一下再看 234就是因为呢 每一次下载都会有那个标题 那个什么标题的列 有没有 会多很多 所以要删掉 另外的话呢 1到6个号码 它其实是放在 同一个工作标 同一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你要把它切割开来 但切割开来的话 有什么方式比较简单 你可以用VBA写 但也比较麻烦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资料剖析 录下来 把它剖析 那再来的话呢 就蓝宽自动调整 其实蓝宽自动调整非常简单 因为蓝宽 蓝的那个物件叫Color 加S Colors 如果你希望它自动调整蓝宽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记一个 叫AutoFit 这个比较简单 AutoFit 有没有 自动Fit就是适合它的宽度 所以你如果AutoFit 这个意思就是自动调整蓝宽 所以以后这个当然你录制聚集也会出现 不过我觉得这比较简单 有时候干脆记一下 前面这个是Colors物件 指的是所有的蓝 自动帮你做什么呢 最适的蓝宽设定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我们就把那个结果再跑一下看看 不过它这个网路改版 我不确定说它那个 我们聚集录制会不会需要重录 如果我们试一下好了 所以上个礼拜 For i 等于1到16 那目前因为Range A1里面是空的 所以它就跑这个逻辑 R等于1 然后呢 帮你做什么呢 到网路上去抓 抓到之后呢 放在A1的这个位置 所以Distination这边 放A1 OK 然后呢 再来这些 底下这些就录制的啦 那录制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就一直往下跑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哦 这边这么多城市 其实只需要三行 其他可以删掉 只是说因为你们目前那个 对于聚集的功力还不够 所以你也不能乱删 但是至于删哪些可以哦 待会再说明好了 如果你不确定你就全部放好了 那我们就这边的话 Refresh它会自动帮 帮你把资料下载 所以其实点Refresh 就是从网路上捞了 捞下来 看一下 有没有它会转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 资料全部通通下载下来了 OK 这个时候好像感觉它资料 所以它分页好像分的 就是没有那么细 之前51 现在16啦 等于是说它分的页数 可能变得比较少 所以一次下载的比数会比较多 然后再来的话 Nex 那我们就换下一个之后的话 因为AutoFits 所以它自动跳得很宽的 然后再来的话 因为A1已经不是空的 所以你会发现 A1这个是不维促 它False False的话呢 那就会跳哪里呢 反之这边 然后R的话就向下追踪 追踪到的话就是102 有没有 它追踪到101 自动帮你加1 所以102 回来就102 所以它Distination 就会放在A的102 帮你串在这里哦 所以 所以这边的话 建议还是要慢慢习惯 就是串接啦 比如说有些变数 你要怎么把变数 放在自串里面 跟它串在 如果这些方法 你都熟练的话 以后你要录制剧集来修改 就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因为蛮多同学会发生错误 大部分都是这些有问题 如果这些都没问题的话 应该就简单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index 这边I等于2 所以帮我下载第二个page 那其他的话呢 通通把它下载下载下载 这个地方呢 就直接怎么样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已经下载了 这个时候呢 又把第二个page给下载了 然后一样呢 去NAS 那所以我让它全部跑完好了 跑完之后停在这里好了 全部跑完 跑跑跑跑跑 OK 那你会发现 16个page呢 全部都 所以上礼拜东西 你可能要修改一下 回圈数量 或者等一下看一下 是不是 奇怪怎么 刚好 上礼拜跟这礼拜 刚好就改版了 所以我们刚好遇到 所以你这个地方 可能要确认一下 那做完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些资料呢 就全部下了 但是目前会有三个问题 待解决 第一个问题就是 自动调整栏宽 那你自动调整栏宽 你以前是什么 可以点两下 它会自动调整 或者是你选取这一栏 或者三栏一起选取 你可以常用里面 有一个那个什么呢 格式里面 有一个叫自动调整栏宽 不过如果你不希望说 你做完BBA之后 还要在手动的话 那你干脆怎么样 就加一行程式就可以 就我刚刚讲的 叫colons.autofits就可以了 那这个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这个是自动调整栏宽 另外还有什么呢 删除列 什么列呢 你会发现哦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第一列是栏宽 没错 可是你往下找 你会发现呢 这边又多一个 这边又多一个 所以理论上哦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帮我把这些多余的列给删掉 那什么方式来删会比较简单呢 可以想想看 用函数有这种函数吗 删除多余列的函数 好像没有嘛 那有没有方法 所以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用VBA写了 那你会发现 很多工作 在isail里面 都没有 都没有怎么办呢 就是要用VBA写了 再不然的话 你就涂法练缸 涂法练缸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只是你可能 会很花时间啦 反正应该都会啦 最笨的方法 就是一个一个慢慢删 对不对 要不然还有一个方法 我记得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Find 就是比较再聪明一点的方法是 可以用那个寻找 寻找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 比如说我要寻找 开头日期的好了 我记得好像 我这边有个 不是寻找 是寻找 那你寻找的话 你可以寻找什么 寻找日期的 然后选项的话 整个帮我寻找 全部寻找 他会帮我把他寻找到的 所有的列 通通都找到了 而且告诉你说 在哪个储存格 那我要怎么样呢 要是留下第一个 底下呢 全部都删掉的话 你可以选第一个按Ship键 选最后一个 那做什么呢 记得就是把它删掉 不过删除你不能直接 直接在这边删 按Delete不行 记得多一个动作 常用里面会有个删除 删除的话 应该是删除 这边会有一个是什么呢 删除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 删除工作表的列 利用这个才能删 你不能直接按Delete Delete只能删到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你选择的是 你现在选的那一些 储存格延伸出来的列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删掉 记得好像这样子哦 它会怎么样呢 把它关掉之后 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大功告成 你会发现 它只会留下第一个 底下的东西全无件 但是这个还是手动的啊 可是我希望是一键完成 怎么做呢 第一个 待会要解决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呢 把六个号码 现在是在同一个储存格 那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帮我分在六个储存格吧 把这个六个分开来 也许特别号不要动好了 就是把这些 帮我放到后面六个储存格 那上面最好有栏位名称吧 有1到6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 你会写VBA最好 可是如果不会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功能 叫做资料 资料否析 那当然不然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呢 录制聚集产生再来修改 其实也OK